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課程大綱大概我們把它放大一下 把這個放大 因為好 然後大家目標是這樣 因為我大部分還是著重在實作 而且我在業界的經驗 會比在學校的經驗來得更豐富一些 所以我看到很多時候其實 這個東西在職場上非常有幫助 當你能夠提高效率 自然不用加班 所以如果你要希望你將來進入職場的時候 每天上班是非常開心的 沒有什麼壓力 然後隨時你主管對你就非常滿意的話 那可能你還是要先累積一點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盡量你要熟練 比如包含什麼 Excel函數有沒有 然後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視覺化可以輸出之後 那你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可能再來就要寫一點VBA程式 VBA程式要怎麼寫比較容易 其實幾個方向 第一個你要用錄字聚集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東西不會寫 Excel我覺得它還算是友善一點 不會寫的程式可以用錄的 那錄字聚集其實意思就是說 Excel幫你寫出來的VBA程式 那主要差別就是說 這個是Excel幫你產生的 產生的過程實際上就是 你要把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告訴它 它會把你的動作把它轉換成VBA 所以不會寫沒關係可以用錄的 所以有很多人其實根本不會寫VBA 但是它會錄字聚集就OK了 所以後面我會教各位 怎麼樣去使用錄字聚集這個功能 產生VBA程式 OK 所以Excel裡面這裡滿友善的 至少可以用錄的吧 其次的話就是不會寫的話 可以用CharGPT 不過還要知道怎麼跟它對話 其實也不難啦 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多跟它talk嘛 剛開始也許你講 希望它怎麼回答都... 這個不對 OK那你們怎麼辦 你再多跟它talk慢慢發現 原來它要怎麼跟它溝通 比較容易得到你要的結果 那大概有幾個方向啦 不過我這個課程 其實因為我教這門課程 其實應該有超過十幾年的時間了吧 所以對這東西其實是相當... 算是經驗還算豐富啦 然後我不只是教這個... 這個什麼... VBA部分 其實我還教Python 然後最近又結合了CharGPT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如果它串在一起的話 真的是可以讓你的效率提高太多太多了 那什麼叫深層式AI 這個也是最近很夯的話題啦 其實白話意思是說 反正AI會自己幫你寫一些什麼呢 比如說幫你寫音樂 做曲的部分 或者幫你產生圖啦 甚至幫你寫一些設計的 像那個程式設計 或者像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AutoCAD裡面不是有畫圖的嗎 自動幫你畫一些工程圖 那再來的話 其他大概幫你寫文章 剛剛有提過啦 這個其實都可以再關注一下 那這個是我相關的簡歷啦 因為... 像我來上這個課 其實也是因緣際會啦 那系上的主任為什麼會找我 我就問他一下 主任你為什麼會找到我 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就Google查一下嘛 查一查去發現 奇怪怎麼一直都相關的... 那個Google關鍵字得到的結果都是吳老師 吳老師 然後影片呢也都吳老師 吳老師 就是無孔不入的出現在他面前 他就沒有別的選項 他說哎... 那我們先問一下吳老師有沒有... 可... 那他發了mail給我之後啊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我覺得... 嗯... 其實滿開心的啦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來自母校的呼喚啦 因為我也是跟各位一樣 在這邊畢業的 OK 所以我對這邊的環境都非常的熟... 再熟悉不過了 然後剛好有這個因緣際會 我想說啊好吧 就來吧 OK 所以我來這邊 其實有部分原因是... 呃... 有部分是情感因素吧 我覺得 OK OK 不然的話... 呃... 好 就是這樣 OK 那另外有一點喔 然後有一些創業經驗啦 還有顧問的經驗等等的喔 然後目前的話就是... 各學校啦 推廣部啦 或者在企業內部 像最近結束的像國泰... 國泰企業他們有找我去幫忙授課 教的內容也是跟eSale有關 OK 所以你會發現eSale 其實對大家來說應該是還滿重要的喔 另外的話我值得縮水的就是... 我有證照超過30張 各類的 跟這個有關的其實都有 所以呢... 如果假如你畢業之前喔 你只有陽春的一張畢業證書的話 那說真的你將來履歷其實是... 不夠精彩沒有亮點 所以我建議喔 如果假如有機會的話... 不妨你可以去思考有沒有什麼將來跟你... 要... 找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那相關證照喔 我建議是可以... 可以把它取得一下喔 那... OK 大概是... 那其他的話呢... 那我也問了一下Chartgy說... 幫我查一下那個... 台師大吳清惠老師的評價... 他就有跑出來的... 還不錯喔 是一個優秀的教授喔 綜合評分高達5.0分 OK喔 這不是我偽造的喔 OK 這是真實的喔 但是跟各位講喔 我每次問的結果都不太一樣 當然我一定是挑最好的那一次 OK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喔 你們自己查 所以... 可以見得喔 Chartgy是真的是一個AI人工智 因為他不是說像那個Google得到的錢 每次都一樣 他是每一次都不一樣喔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玩玩看喔 然後... 我的上課內容啦 因為我講... 其實有值得提的就是... 因為我每次上課都有錄影 那上課錄影的這件事情超過16年 應該...加起來應該快20年了吧 我在想喔 那影片超過3萬部啦 也就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喔 有超過3萬個影片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那個網紅裡面 有影片超過100個 100個已經算多了 1000個已經算很厲害了 破萬應該很少喔 那我的那個YouTube頻道上面 有超過1萬個以上的影片喔 總數量應該有3萬個啦 我是沒有特別算過喔 時數非常多啦 另外有一點跟各位背景比較接近的喔 因為我是非資訊本科系出身的 然後呢 他後來因為轉換跑道 就跑到那個單軟體工程師 因為畢業的時候其實也到學校教過書啦 然後呢 也到補習班上過課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跟志趣有點不太一致 或者...那時候其實也是台灣剛好科... 就是那個... 我畢業的時候其實也是那個科技業在起飛 突然好像那個身價暴漲 薪資也比較好 跟現在有點像 公務員好像慢慢沒有那麼好 反而IT產業薪資比較誘人 於是我就加入到那個產業了 OK 而且我的背景跟蠻多同學一樣 我是文學院畢業的 OK 然後呢轉... 也不算叫轉啦 因為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反正轉換個跑道 而且對於寫程式這件事也並不討厭 然後呢 一寫就寫了超過20年以上的時間了 20...應該再加一年了吧 真的是上...上... 然後呢 當我上課會比較從那個 那個非資訊的角度去思考 要怎麼樣學習程式的這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啦 很多人其實不見得一定適合 那樣的死板板的方法 應該要有趣一點啦 或者說你要知道說 該怎麼學會比較簡單 還有呢 學什麼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你學... 學了一個跟你要做到的事情 是很遙遠的 雖然很... 雖然有點接近 但是有點遙遠 我覺得倒不如學一個比較... 這個... 怎麼講 輕鬆簡單一點的方式啦 那底下的話就是要有什麼... 要... 有成就感 所以後面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學完之後 至少不要討厭這個課程 然後你願意呢 可以多花時間在這個課程上面 所以後面的話 當然我們會先從最基本的 也是有函數開始 然後再來就錄製... 聚集 當然我是希望你慢慢進入到VBA的世界之後 也會想...喜歡寫程式 甚至可以... 甚至進一步學像Python 或者像R語言這種啦 反正你多學喔 你說老師那這個很難耶 不過你有Charge VT我覺得好像變簡單 因為你會寫一個之後 你... Charge VT它會幫你產生另外一個... 的程式語言喔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再多了解 然後其他的話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喔 聽一次就懂其實很...很...很...很難 所以我有把影片錄製下來 你回去可以自己複習 然後另外有一點說 程式的撰寫一定要完美 所謂的完美就是一個字都不能錯 所以要怎麼樣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那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怎麼做 OK 然後另外的話 程式其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喔 所以不是說我寫的就... 只能照我一模一樣 沒有啦 你換個角度思考 邏輯改一下 你寫出來的程式也不一樣 但是執行結果是對的就OK了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是... 我自己的個人的想法 第一個 如果有很多種寫法 我會挑最簡單的 應該... 會挑那個程式最少的 OK 盡量如果可以少寫一點 為什麼要寫那麼多對不對 看起來總是覺得討厭 第二的話呢 寫的邏輯盡量也不要繞彎 繞來繞去繞 最後結果對 但問題繞一大圈 好像感覺這個寫法我不太OK 所以理論上同樣一個程式 就是我可能會寫很多種不同的解法 然後會從中挑選其中一個 這個是絕對必要的 我覺得有時候寫完之後 你回去可以再思考一下 然後協助的方法 當然就是我會把影片錄下來 放在YouTube上 當然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YouTube上方跟我互動 可以留問題之類的 然後我會提供雲端講義跟程式碼 所以我剛剛講過 一個字都不能錯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雲端上都有原始碼 那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寫錯了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你把對的先貼到錯的下方 你就可以知道到底錯在哪裡 哪怕只是拼錯一個字 像常常同學就是拼錯一個字 或者是點變成逗點 或者是多一個空白 那錯了怎麼辦 那修正它以後不要錯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盡量的話 可以把學習不要讓自己這麼痛苦 那所有的程式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OK 所以這個應該很有我自己寫作的特色 那你會發現那個寫出來的程式 跟很多其他的作者寫得完全不一樣 很有我的風格 我的風格 剛有講過程式盡量極簡化 然後邏輯盡量也是非常的直覺 另外因為大家可能都沒有業界的經驗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假如缺乏這邊相關的經驗的話 我是建議如果有企業實習 不妨可以參加 另外的話 你可以詢問一下有業界經驗的 這個你的爸爸媽媽或你哥哥姐姐 你問他一下 目前在產業裡面 Excel用得怎麼樣 那有哪一些是你一定要學會的 理論上應該會跟我講的差不多 OK 像之前有個同學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回去問我媽 我媽說什麼東西都可以學得不好 Excel絕對要把他學好 我說你媽講得太誇張了 OK 但是他講得也沒錯 為什麼 因為Excel用到的機會 在業界太多了 等於是所有工作好像都會需要用到 其他還有就是說 有一個同學他平常跟他爸爸互動沒有很好 沒什麼話題 然後回去的話我跟他講說 你跟你爸或你媽聊一下 結果沒想到他爸反而對我的課程非常有興趣 於是他爸馬上就訂閱我的頻道了 而且能到他們工廠也跟年輕人說 你要訂閱 反而還幫我拉我的粉絲 所以這邊他有寫一些東西 期末報告 我的父親注意到他正在使用 然後他做一個圖表 結果他沒想到可以這麼簡單 就嘖嘖稱奇 於是他推薦他爸爸 隔天他也去工廠 叫不會使用以自由的年輕人 去看老師的頻道學習 而且他跟我講說他每次回到家 他爸最關心的就是 你們最近上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更新什麼之類的 反而他們父子之間本來沒有話題的 突然之間因為我而建立一個橋樑 感覺好像我的課好像有一點幫助 那對親子關係好像有點增進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我的一些獎項 不過這是錦上添花 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然後參考書目的話 這個是自己找一下 因為我剛剛提到 Excel第一個追蹤函數 所以函數相關的書你都可以看一下 像我推薦這本書是裡面全部都範例 總共468個範例 如果你每個都會的話 哇 那Excel你應該算是OK的 不過前提是你要花時間 468招就是468個案例 哇 那真的把它做完 等於你應該要滾瓜爛手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VBA相關書籍 像這個超圖解 Excel VBA基礎講座 這個是一個日本人寫的 當然我想應該突然有這些書 還有什麼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因為未來你到職場上 最常就是會做報表 可是要怎麼做報表 它裡面有講到 OK 也許可以自己在上面看一下 那大概有幾個方向 其中就是剛剛提過 其中的重點就是函數 然後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這個刪掉主要是 之前我本來是有要求啦 不過後來發現好像範圍太大了 這個就留在期末的部分 所以其中主要是函數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然後期末的話 也許再增加那個像巨期跟VBA 不過後面可能還多一個 Charge VT OK 所以也許我們延伸性 就是在期中以前稍微簡單一點點 那期末之後的話 可能就是要延伸到程式的撰寫 但是程式撰寫等於又是另外要上不只一層樓 可能要上兩三層樓 不只可能要搭電梯了 難度整個暴增很多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但是你說老師學會程式有什麼好處 我是覺得現在好像只要跟程式有關的 軟體工程師的工作 跟非軟體工程師的薪資好像差蠻多的 因為你們不知道知不知道 像那個美國的 像Google出入門工… 基本的那個工程師的薪資 那簡直就是已經是多少倍了 OK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說 你的薪資不要太差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你的工作時間不要太長 比較有彈性也比較有尊嚴 尊嚴有點…我覺得有差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要把專業技能給培養好 真的差太多了 感覺好像… 嗯…OK 所以這個是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的話就是增加我剛剛講的啦 另外就是視覺化的繪製圖表部分 那當然最後的話就是希望 這一學期可以把Excel函數 再到VBA的部分學好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OK 嗯…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來進入到 我們課程的主題囉 OK 所以… 那首先就是GPT的介紹 這個我想比較是基礎的 剛剛有提過喔 因為TRAGPT它出來的時間其實並不長 2019年 GPT3 現在3.5 然後要錢的這4 4.5也快要發… 又要公… 這個發布了喔 所以其實可以想見啦 它的這個… 更新速度非常的快喔 然後它能做的事情就這些啦 剛剛有提到啦 其實太多了啦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自己是覺得喔 產生程式碼這一件 和除錯這一件事情 跟我們這個課程非常有關係 所以你們也可以不妨 多去嘗試看看 比如說你不會寫的那個… 那個公式喔 你可以問一下TRAGPT 它會給你答案 而且我覺得它答案 還滿有水準的 OK喔 那… 目前應該也是最強的AI啦 目前的話 因為它的訂閱人數一下 就突破1億啦 現在不知道多少了 那當然除了它之外有沒有別的 其實也有啦 Google也有一個Google Bar 但是我覺得用起來 產生程式部分 真的差GPT 好像滿遠的 所以我目前沒有特別去介紹 Google Bar 如果你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再去試試看 那個除了TRAGPT之外 那怎麼使用啦 剛剛有提到啦 你Google查一下GPT 然後我是建議用Google的帳號 直接可以登錄了 或者微軟帳號也可以啦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的話 請各位就是至少 你先可以登錄TRAGPT 第二的話 請你在TRAGPT上面 詢問它一些有關 Exail的使用的問題 看看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別的啦 比如說你的科系 你的專業領域 可以詢問它一下 但你不要問它感情方面的問題 因為它回答的實在是非常不行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機器人啦 所以常常會有人問說 以後那個AI機器人有沒有可能變成像人一樣 其實值得思考 目前是沒有答案啦 我覺得你可以從各個角度去思考 不過你其實換個角度看 人有沒有可能變成機器人呢 OK 其實同樣的道理喔 那它可以做這些事情 其實還 而且做得還滿不錯 我是覺得這一件 寫程式這一件事其實喔 算是還滿好的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翻譯啦 甚至你要寫小說的話嘛 寫劇本喔 其實它也可以幫上忙 比如說你可以跟它講一個 劇本的一個輪廓 然後請它幫你寫一個劇本出來 哇 我覺得它滿厲害的寫出來 其實已經算有點水準喔 而且它目前的免費版 已經能做到這樣子 那將來真的是可以期待啦 好 所以這個第一個 CHARGBT 對話其實很簡單 NEW CHAR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分類啦 這個我想你們慢慢試 應該不難 那另外的話 CHARGBT它有分免費版跟付費版 那其實差別喔 主要是這一些啦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所謂的付費跟免費的話 應該是在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叫update to plus 這邊 new有沒有 那這邊告訴你說 你現在是free的 free的話呢 你現在是GPD 3.5的model 有沒有 3.5喔 可是你要付費的話 它是GPD 4 然後呢 它能夠得到什麼呢 當然你的義務就是要 一個月給它20塊美金 大概台幣現在應該是640吧 然後它可以給你這麼多 OK 也就是更快的反應速度 有沒有 如果你覺得它反應有點慢的話 你可以再付點錢 不過我發現免費就滿快的 如果你覺得不夠快 你其實是可以做一點事啦 大概除了這些之外 它其實有更進一步說明啦 不過如果你有興趣 自己再了解一下 那它優勢大概這一些啦 自己稍微知道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之前同學做的那個 樞紐分析跟樞紐分析圖 然後利用圖形呢 得到一個結果 比如說它想知道捷運的運量啦 或者是說呢 像剛剛有提到 像油價啦等等的波動啦 那他們就會把資料先取得之後 然後把它繪製成圖表 還有像台積電的成交量 還有其他就是20年的就是GNI 就是國民所得啦 OK 這邊其實都會用圖表方式呈現 感覺其實就把原來冷冰冰的資料 能夠把它變得比較 讓人家感覺比較容易理解 OK 好 好 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先試著 把那個GPD帳號先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有關我們的課程內容了 所以接下來請各位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 然後並且開啟這個第一個單元的第一個範例 然後請你利用這上面的問 上面有一個題目說明 請你利用三個主要東西 哪三個 就是一個and的符號 然後一個rept 一個len 幫我完成串接手機號碼的這個任務 OK 當然你也可以試著把這個問題丟給翹GP 看他能不能幫你做 可以 我想應該他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可以試 那有兩個函數可能比較不熟 rept跟len 那你可以切到前面這邊練習一下 rept其實白話意思就是repeat 重複什麼次 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今天 比如說銷售量假設是達到100的就給一顆星 達到200給兩顆星 400就給四顆星 所以這邊銷售量的等級 如果你圖牌剛剛是Ctrl-C 有沒有 把這個複製一顆星 如果你要158就一顆星嘛 那如果兩顆星這邊要貼兩個 兩顆星 那四顆就四顆星嗎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員工非常多的時候 你不可能說一直在那邊貼吧 OK 但我知道一定有人這樣做啦 那你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這是因為他不熟啦 那怎麼辦 一樣嘛 你可以用rept函數 首先的話 第一個喔 怎麼做 游標先放在C3 請你找到插入函數 所以以後的函數一律 都會從這邊開始 游標先放這裡 然後按插入函數 那我的習慣是去找文字類的 因為它rept是文字類的 所以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找到那個文字有沒有 這個類別 我的習慣是按照類別去找函數 因為它要幫你分類分好了嘛 試試看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這個 還有其他後面不是有什麼 laps 還有right 還有len 那其實主要是rept加len 這兩個頁面 我們先練習 至少我要把rept跟len 這兩個函數先匯 然後再來思考 要怎麼樣解決後面 希望我們做出來的這個公式 所以上面就要打個公式 OK 試試看喔